三国演义 第四回 凤怡婷 袁绍离开洛阳便在河内囤兵 不久因争夺冀州与公孙赞开战 袁绍的大将文丑杀得公孙赞丢盔弃甲 正在危急时刻 山坡边闪出少年将军赵子龙救了公孙赞 赵子龙本在袁绍部下当差 因见袁绍无能前来投靠公孙赞 刘备官与张飞得知袁绍与公孙赞正在交战 特地赶来帮助公孙赞 结识了赵子龙 刘备与赵子龙一见便舍不得分开 不久公孙赞与袁绍停战和解 刘备与赵子龙分别时流着眼泪不忍分离 这边袁绍刚与公孙赞停战 孙坚那边却又率水军杀向樊城 要讨伐刘表以报过去之仇 刘表兵马打不过孙坚 被包围在襄阳城中 部将快梁设计 让旅公领五百人马出城向袁绍救援 孙坚领兵追赶进了一条山道 被旅公埋伏的兵士用乱箭射死 十七岁的孙策继承了他父亲孙坚的事业 驻兵将都 招收人才训练兵士 准备以后为父亲报仇 董卓听到孙坚已死 觉得自己的对手又少了一个 更加骄横残暴 一次 宴请百官 竟将投降他的兵士上百人 当堂砍断手足 割掉耳朵 挖出眼珠 用大锅炖煮 百官吓得直打哆嗦 连筷子也不会拿了 董卓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照样吃喝谈笑 有一天 百官正在吃喝时 董卓令吕布将司空张温 拖出去斩了 用红盘将张温人头送到席上 百官吓得魂都没有了 董卓还像往常一样 谈笑说 张温想勾结原树害我 所以把他杀了 司徒王允回到家里 回想到刚才席上的情景坐立不安 夜晚在花园中暗自流泪 府中歌女貂蝉 此时也在园中对月长叹 王允问他 为什么深夜不睡 连声叹息 貂蝉说 他愿为大人分忧 以报养育之恩 王允便告诉他 想用连环剂来除掉董卓 貂蝉欣然允诺 第二天 王允请吕布到府中吃饭 让貂蝉坐陪敬酒 貂蝉是天下少有的美女 吕布一见她便被迷住了 王允便提出将貂蝉送于吕布为妻 吕布十分高兴 再三拜谢王允 过了几天 王允又请董卓到府上喝酒 让貂蝉唱歌跳舞助兴 董卓见貂蝉每次天上下凡仙女 眼睛都看呆了 王允便向董卓说 我想将此女献给太师 不知太师肯不肯收纳 董卓欣喜若狂再三感谢 王允便派人将貂蝉连夜送到董卓府上 貂蝉尽心服侍董卓 百般讨董卓的欢心 但一见吕布却连连抹眼泪 吕布心如刀割 心里恨透了董卓 一天 董卓上朝议事去了 吕布乘机与貂蝉在后园的凤仪亭约会 却被董卓撞见 董卓拿起亭边吕布的画戟 追赶着要赐吕布 从此二人便结下了梁子 李如劝董卓把貂蝉赐给吕布 董卓向貂蝉说出这个想法 貂蝉大吃一惊 哭着说他宁死也不愿离开董卓 一边说一面抽出墙上挂着的宝剑便要自杀 董卓连忙抱住劝他 再也不提将他赐给吕布的事了 吕布得不到貂蝉 只是痛恨叹息 王允见吕布怀恨董卓老贼 便请吕布到家商量如何杀掉董卓 记忆已定 王允便拆忌都尉李肃 前往梅屋传诏书给董卓 李肃说 皇帝的病刚好 要将皇位让给太师 董卓并没有怀疑 当天便同李肃回到京城长安 王允等早已安排好了 董卓车架一到 埋伏的武士挺着刀枪见董卓便刺 董卓穿着后甲没有被刺死 董卓大叫吕布救命 吕布应声从车后转出 一己直刺董卓咽喉 顿时气绝了 王允下令将董卓尸体扔在街头 让老百姓泄恨 势中蔡庸因感念董卓对自己的好处 对董卓的死伤痛至极 王允要杀蔡庸 仲官说蔡庸很有才气 请求留他继续写完汉诗 王允没有听仲官的意见 还是把蔡庸打入狱中 害死了 钢刀疾症 里面才是用小手的 1分钟 18分钟 差一点 5分钟 1分钟 3分钟 2分钟 3分钟 2分钟 pping 4分钟